三角形内心应用第三题 若三角形ABC为正三角形 且面积为16根号3 则求三角形ABC的外界的半径 比上三角形ABC的内界的半径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图形 老师已经先把他画出 这是一个正三角形ABC 然后外面这个是他的外界圆 里面这个圆是他的内界圆 我们发现他的外形跟内心是在同一点 那题目告诉我三角形的面积是16根号3 那我可以怎么算出我的半径相关的提醒 那我们先来看如下这样说明 首先我先假设边长叫做A 边长假设它叫做A 那我的底边长这一段 底边AB长也是A 但是7E是我底边中垂线低脚平线 所以我的A就会等于2分之1个A 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正三角形的一个内角叫做60度 那这边是90度 所以得知这个地方会是30度 那我们又有学过就是306090度的特殊角 所以这边叫做1比根号3比2 所以我这边可以得到我的C1的长度可以用成2分之根号3个A来表示它 所以我的三角形的面积会变成底边是A乘上高2分之根号3A再乘以2分之1 也就等于4分之根号3A平方会等于16根号3 然后接下来两边同时把根号3消掉 我把4乘过去得到是A平方等于64 那A会算出来等于正负8 那因为A边长是正的 所以负8就不合 就算出我的边长就是8 那我的边长是8的时候 那我的这个高就会变成2分之根号3乘以8 所以得到我的高也就是4根号3 也就是这一段叫C1长也就是4根号3 然后接下来我们得到知道说内切人的半径 这个珠一长就是内切人的半径 外切人的半径也就这个叫C珠长 所以我们来算内切人的半径 那这个地方它是外心内心跟重心在同一点 因为它是正三角形 所以我们要先算内切人的半径 这一段珠一长会是C一长的3分之1 所以我们刚才得到我们的这个高是4根号3 所以我用4根号3乘以3分之1 所以我可以算出来这个内切人的半径 也就是3分之4个根号3 那我的外界人的半径是这个这一段 C珠长会是3分之2个C一 所以我3分之2再乘以4根号3 得到的这个外界人的半径 也就是3分之8个根号3 那所以我们的外界人的半径 比上内切人的半径会变成3分之8根号3 比上3分之4根号3 两个分母都有3消掉 两个分子都有根号3消掉 然后接下来8跟4消掉就变成2比1 所以最后我们算出来这个外界人的半径 比上内切的半径也就是2比1 那这里同学特别注意 正三角形的外心内心跟重心会在同一点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一个C珠比上珠一是2比1 那你根据重心的定义也可以得知 因为重心告诉我们的特性 重心到顶点的长度是重心到对边中点长度的两倍 所以这一段是2比1 你也可以用重心的概念来思考 他也可以用我们验证的长度的结果 来直接做这样子的计算